这个男闺蜜的出现 起到了很好的一面镜子的作用 的确 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为她做点什么 而你的确有点冷落了她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女人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 因为需要陪伴 而让别的男人趁虚而入 这个女人迟早不是你的 姑娘 人生是要有主次 你太多的地方不分主次 大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 挣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也没有错 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你是个学生 你主要的责任在于 好好地读书 将来找份好工作 适当地坚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整天只知道所谓的应酬和兼职 而忽视了学习 那是本末倒置 这国家的速度 谢谢大家 我来 我们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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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觉得我确实是舍不得 因为你这几年对我的关心确实变少了 所以可能出现了那么一个男闺蜜 我只是比较习惯她对我的照顾 但是我心里面真正在意的人一直都是你 说实话 这半年来我压力真的挺大的 包括去实习 每个月要在两个地方来回跑 然后包括跟你吵架各种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每天这么忙 我每天是在忙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肯定要经历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重心 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这么长时间 应该能够共同度过这一段时间 但是我就最后确实这样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